李白 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李白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这首诗 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的作者就是李白 人称诗仙 他是唐代的大诗人 我想大概不太会有人怀疑他中国人的身份 至少也是唐代的中国人 但是最近我看到有一些说法 就说李白他不是中国人 那当然啦 严格说这里的中国人指的是汉族 第一次看到李白不是中国人的说法 是在于秋雨的散门相关何处 文章里面说 只要是烧事文末的中国人 大概没有不会被李白窗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的一辈几十年 大家都成了殷切的思乡者 但李白的家乡在哪里呢? 没有认真去想过 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没有书看的那几年 突然出了一本《郭沐若的李白与杜甫》 赶快找来看 郭沐若对杜甫的批判和嘲弄是很少有人能接受的 但他对李白习惯和出生地的详尽考证 却使我惆怅万分 郭沐若考定李白的出生地 西域岁业是在苏联的一个地方 书籍出版时 中书关系正紧张着 因此显得更遥远更隔磨 几乎是在另一个世界 李白看怕明月 低下头去思念的 竟是那个地方吗? 看了于秋雨的散文后啊 脑海里就种下了李白不是中国人的想法 虽然现在的观点大部分都认为 李白的出生地是四川省的江游 但关于李白的确切出生地的争夺呢 并没有停止过 除了四川的江游外 还有陨西城迹 湖北的安路等等城市之间争辩不断 上面提到的岁叶城啊 在于秋雨写文章时还是苏联的土地 但是苏联解体后 现在是属于基尔吉斯共和国 根据郭沫若的考据呢 李白四岁那年 隋家人迁到四川省江游县定居 郭沫若的依据是 唐佐石仪汉林学士理工新墓碑并序 这篇文章 唐佐石仪汉林学士理工新墓碑并序 是唐元和十二年也就是西元八一七年 于李白有通家之好的宣州观察史犯传证 会头当途宪令诸葛仲 将李白坟墓由龙山改葬青山而撰写的碑文 这里的理工呢就是李白 文中提到啊 隋末多难 亦防被窜于岁夜 流离散落 隐溢姓名 故自国朝以来 漏于蜀吉 神龙出浅还广汉 因侨为俊仁 妇克以不义 遂以克为名 意思是呢 李白的先祖中有一戏啊 在隋朝末年 因为事局很乱 逃到岁夜去 隐姓埋名 所以唐朝以后呢 没有户籍 到了神龙初年呢 偷偷回来到四川广汉 神龙是武则田和唐中中的年号 神龙初年即西元705年 而李白生于哪一年呢 701年 显然是李白父亲在岁夜生下李白后才遣回的 遣回时呢 李白已经四岁 实际上啊 在历史的记载之中 李白的祖籍是隆西城记 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 天水市附近的秦安县 但是依郭目若的说法 李白出生于安西都护府所辖的岁夜城 大概是因甘肃啊往西边跑去岁夜比较近的关西 四岁时呢 跟着父亲牵回四川广汉 而正是因为他出生在岁夜城 而现代的岁夜城呢 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 所以便传出许多关于李白不是中国人的说法 之前啊 吉尔吉斯有一位农民呢 在种田的时候 发现地里有一块石头 上面竟然写着汉字 当地人呢立刻上报政府 然后通知了中国的专家赶到 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呢 可以认定 这块石头上面所写的 真的是41个汉字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叫做杜怀宝的人 花钱给自己的父母造了一座铜像 看到这里 估计很多人都会疑问 诶 杜怀宝是谁 杜怀宝是当时被贬到庶边的一名官员 业绩还不错 算是老百姓心目之中父母官 但是由于他在边境当官 常年不能回家 所以啊 就为父母铸造了铜像 表达自己浓浓的思念之情 而历史学家们看到了这块石头 就纷纷认为李白就是这里的人 正是因为岁夜城 现在位于吉尔吉斯境内 因此很多人都认为李白并不是中国人 而是吉尔吉斯人 从这个角度看啊 郭默若的李白不是中国人的说法 只对一半 因为啊 如果从郭默若做出考据的时代来看 岁夜是苏联的领土 因此李白是俄罗斯人 也不能说是今天的吉尔吉斯人 因为吉尔吉斯是苏联解体才成立的 但问题是唐朝的领土很大 现在的岁夜城呢 在唐代时候是中国的领土 因此啊 即使在那个时代 李白出生在西域的岁夜 仍然是中国的唐朝人 他是唐朝在西域所设之重镇 也是中国历代以来 在西部地区设防最远的一座边陲城市 有点像今天新疆的卡斯 岁月有时是烟旗 与秋辞 苏勒 榆田 被称为唐代安息寺镇 除了前面提到有一位农民啊 在种田的时候 发现地里有一块石头 上面竟然写着汉字之外呢 考古学家们在岁夜城的 一座寺庙废墟内 还曾捡到四枚唐代的钱币 上面有开源通宝 和大力通宝字样 因此可见 岁夜啊 在唐代不但是属于中国的 当时啊 也很可能是中国在边陲地带 重要的商业小镇 另外呢 有人谈到李白的相貌 说他不像是中国人 或者说是汉族人 畏号的李汉林吉叙 说他 某自远然 多如二虎 崔宗之的 正李十二白 说他双某光照人 有人因此认为啊 他的相貌具有胡人的特征 又精通 乐之语 对少数民主的礼节也十分精通 一定不是唐代的中国人 不过啊 某自远然 是否就一定是蓝眼睛 也很难说 除非你打开李白的幕 好好给他验一下DNA 看看他是不是高加索人 就英文叫Caucation 其实也就是习人或白人的意思 你只能看看他是不是高加索人 才能知道 在没有证据之前呢 相貌这个我们就姑且不论吧 因此就现有的证据资料 我们仍然可以判定 李白就是中国人 是唐代的中国人 毋庸置疑 今天我们聊到这个地方 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感到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订阅 谢谢 点赞 这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